以前我記得在國中的時期 我暗戀一個女生長得是冰淨玉潔 非常可愛 有一點像陳一涵 那我就記得說 我這個畢業典禮的前一天 跑去她家用我剛學破爛三角貓的吉他 唱歌給她聽 真的喔 我以為我打動了她 然後窗戶就這樣打開來 不是別人 就是她的俗伯拿著藤條直接罵我 從此一段愛情就這樣無疾而終 所以這首歌在我心中就埋下了一顆種子 好不好 今天要請我吃飯的 不是別人 好不好 就是那個女生的俗伯 我們一起去吧 好 哈囉小奇哥 哈囉 來見面了 好久不見 對我們大概是三年多前三四年前有見到 那時候拍攝一個網遊 手遊的廣告 對那時候有古裝的扮相 然後結果我覺得我以為我古裝會很帥 結果我古裝弄下去有一點像吳孟達 欸達根年輕的時候也很俊教啊 也是啦也是啦 對那她是就是稍微喜感一些 結果我一弄上去我也覺得我長得那時候很幽默 對啊 對今天你是來找我來這家餐廳是為什麼會推薦這裡啊 這家餐廳很有來頭 然後呢對我感情深厚歷史淵源很久遠 你看到掃一下這個海報有沒有 我剛進來的時候發現有一半以上都是小奇哥的海報 你本身有插過 而且很早 是有投資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老闆我都叫他Uncle 對我認識他很久了 他最早是在開時尚 他有一些可能就是高端品牌 對 然後他有一個很棒的義大利餐廳 然後呢當然他經歷了一些像之前的金融海嘯啊 他就把那個比較開銷大的那些投資把它收下來 所以他回到他成長的這個小區 然後這個地方他就重新起爐灶 然後開啟他最喜歡的義大利的料理 很多慕名而來就是 他其實是很精緻的五星級的那種食材 那個麵的原料啊什麼都很講究 但是他定價很平價 我跟你講喔之前我遇到一個老先生 明德達 他就來這裡吃吃完之後 他就很奇怪的問了我的Uncle說 你為什麼要用我的麵 我說他說要用你的麵 我也聽到了 他說這個麵是他進口的 他是給高端品牌 義大利料理餐廳用的 你為什麼會選擇 Uncle說他以前對食材啊 什麼那些擺盤啊 對 美學啊什麼都很要求 他就要色香味 哇 所以他用的麵啊 用的食材都是進口最好的 這個 香蒜辣椒麵 蛤蜊麵 蛤蜊麵 青醬麵 OK 是我個人的愛 然後這個炸雞也很棒 炸雞是 所以已經來吃無數次了 數不數 數不清了 我真的是從小吃到大吧 嗯哼 然後是這個 每次回來台灣都會吃 對 而且我很多服裝啊 一些搭配概念 是Uncle跟我講 以前Uncle有開了一些時尚服飾 早期那些前輩 OK 對 開義大利的這個餐廳 小餐廳 再加一個服飾 對 複合式就是 服飾店旁邊也有餐廳 我懂 愛家姐那一輩的 常常都去他那裡買衣服 那些品牌我以前都不懂了 從那邊開始知道 然後我的老婆Tina 當時是在他們的服飾店打工 我老婆沒叫他老闆 就叫他Uncle Uncle 然後我們就大家跟著叫Uncle 哇 Uncle 你算是 可以喔 那我也要叫Uncle 幹什麼東西 亂七八 你自己在結婚之後 還有生小孩之後 跟自己 單身年輕的時候 你覺得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我覺得在 對 有沒有自己覺得 選擇的時候 對 遇到一件事情 嗯 比如說我接了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會怎麼樣 我就會去想很多 對 以前我把 重心放在我的事業上的時候 我就全心去衝刺 對 我可能大半年都沒有回過一次家 所以現在就會橘捨 其實會想說我要去多久 嗯 這個值不值得我去 然後我去之後能幹嘛 對我人生有什麼樣的 可能啟發或是有什麼影響 我會去評估了 我寧可就是有些 譬如說 它只是讓我純粹去賺錢 那角色或劇本也不怎麼樣 或者說這場演唱會 它只是一個商演 說不定我會推掉它 所以我現在很幸運 是我可以挑工作 譬如說我現在演唱會 我要求我的規格 我的全編制 樂手最強的 我的售票系統 能不能讓每個人都能夠 很公平公開的買到票 因為有些時候 有些人辦了一個演唱會 請我去 可是他可能為了利潤 對 我本來要求 那規格就沒有到太好 本來要求 只是想要有那個賺錢 我要100分的燈光音響 可能花了譬如100萬好了 對 他覺得要多賺你 那我就給你燈光 大概給你打個7折 然後呢 那舞台搭建的時候 給你來個3折 所以我說我很幸運 我可以選工作 有很窮過嗎 有啊 有 我那時候去爭取 歌手竟然沒有機會 能夠在節目上唱歌 因為你不夠紅 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金曲龍舞榜 以新人的姿態去介紹 年度十大新人 但是我在舞龍舞獅 就是開場弄咚咚咚 最後的時候拿下來 然後瓜哥會介紹 那就是誰誰誰 然後我記得我媽很認真在那邊看 我打破了拿下來 要揮手的時候已經拉拉拉笑 那看不出我是誰 只有看到一隻獅子 動了東西 對在那動了東西也不知道誰這樣 然後尤其是我當兵的時候 對 我的原來的公司是新格唱片 嗯 新格唱片解散了 然後呢 我當兵的時候回去 發現公司搬了人去樓空 我傻在那裡 欸 公司去哪裡了 後來管理員跟我說 您公司賣掉了 被滾石唱片收購 但是沒有人通知你 沒有人通知我 人家笑著說 我跟客桌椅啊 餐桌什麼那些 辦公室家具一起收購去 就一堆家具裡面 然後有一個你也塞在裡面這樣 然後我過去滾石 我就問大家說 欸 請問一下那個 我是歌手 任先起 然後 我的合約應該在這裡 那請問我在哪個部門 因為你知道我在哪個部門 每一年 那個每個部門的主管 在開會決定 解約名單的時候 我的名單都在上面 那你怎麼沒被解約 我都每次在那裡 然後崇哥說 欸我記得他 我記得他 然後我把它留下來 這麼一講又等了三年 我懂 我那時候也沒有辦法 我得生活啊 我不能回家拿錢啊 崇哥接收了我之後 去了百戰百勝 啊 這個我有印象耶 而且對那個時候 然後你很強耶 我是體育系的 所以每次過關我都很厲害 每次都很強耶 那你從這個 一開始努力打兵到突然 你自己有沒有心態上面 有沒有轉變 我覺得 你看我等待了 七年 七年 才等到了我的成名座 心太軟 才讓大家認識 其實中間是跟我說 我去拍電影 我面對的我的夥伴是 金成語 林志穎 那時候他們紅到 我就快崩潰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在拍戲在台南的營區 對 然後歌迷也不知道 聞風而來 對 這邊是林志穎的 然後家事加油 對 那時候是真的會喊 而且兩個是勢不兩立的 這邊是金成語的 target 然後吵著導演說 爸爸沒辦法收音 對 兩個也不可以說去劝歌迷 因為他們會更 對 更躁動 那我就 你 你去搞定他們 啊 你去搞定兩邊 好歹也是個藝術 對 不好意思 不要這樣 不是 不要不要不要 幹你什麼事走開 然後 我說 我怎麼樣也是一個藝人 然後我就知道說 這個 感覺到那種落差 你知道嗎 其實看著他們一定會蠻邪惑的 有羨慕 但是也很慶幸說 你看我這邊去吃烤串 去吃肉肉 沒人那麼煩我 可是後來你也不行啦 後來也不行 後來也不行 後來你也不行啦 所以我才特別珍惜這個過程 那時候最瘋狂的時候 不管是台灣 不管是大陸 有到多誇張 就是 你可以去路邊探視 我不行 不行 甚至我出不去場館 我演唱會唱完 我要上車 然後呢 保安跟保鏢就是手勾手這樣 對 勾著然後騎個沒問題我們可以 你就從我們這邊走過去 然後 你心裡有點恐懼 你要這樣子 這麼短短一下 我一走下去的時候 因為他太喜歡我了 然後就推擠 然後那個本來一個長龍 摩西開河 有沒有 然後開始擺動 擠擠擠擠擠 擠然後我穿了一件白色吸收 我還記得 擠擠擠擠擠擠 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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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要上這部車的 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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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點了 當時我去哪裡的時候 每個人都跟我 然後你就會 就和金城武幫你本師協調 也沒有這樣 我的意思說太多人捧著你了 每個人都說你好你太棒了 然後你就會蒙蔽了雙眼 聽到的都是好聽的 當然也有人比如說酸葡萄說 你語言怎麼樣啊 但是他不會在你面前說 所以你聽到都是好的 然後你就開始飄飄然 你好像是什麼人物囉 那個時候開始就 會有一點點大頭症吧 開始你工作就不耐煩 沒有耐心 比如訪問我跟你訪問 講那麼久幹嘛 差不多夠了 我就要走了 你有共感是不是 有嗎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錄音的時候 我要唱好他 可以很容易 但是我要唱感動他 其實不容易 因為我要怎麼去 每一段怎麼表現 去堆疊那個群序 起承轉革 找到這個臨界點很難 那個時候就開始 經不起時間這麼的折磨 我可以唱好他 我已經唱好了 我就說唱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可是後來 當我開始在 有點迷失的時候 然後崇哥就有點語重心長的跟我說 因為崇哥一直看著我 崇哥是小崇老師 對對對 他說 小心點心不在了 我說 我唱得不好嗎 他說你的技巧什麼什麼都在 但是你已經不那麼的誠懇真摯的去 擺放你的最偵測的感情 然後那個東西就跟你畫一幅畫 你把它Copy一百張一樣 對 你已經在交差了 你畫的一樣是這個輪廓這個工筆 都OK 但是他沒有生命力 也沒有感動 他說 就像是 在日不讀書面入無可政 像游先生 他要我去 注意我事情 找到那個最初的 我突然發現 欸我怎麼變成 我很不紅的時候 很不喜歡的那些 大牌的氣焰 以前我也遇過那種 你說不能經常舞蹈嗎 欸不是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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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也遇過前輩在電視台的時候 因為我們 小歌手沒有休息室的 我們就坐下來趕快想先化妝 然後突然就有人清場了 欸出去出去出去 大牌明星來了 我們就趕快出去 然後就說 本來輪到我們了 他說我趕時間快快快 我趕飛機 嗯嗯 結果我出去的時候 看到在外面喝咖啡 我說你不是趕飛機嗎 哇原來你只是 怎麼懂 啊好吧我知道 我必須要承受這個過程 那時候我告訴我自己 我不要成為這樣的人 嗯 結果沒想到 欸我好像 快要變成那樣的人 對 所以我很快就醒過來 然後我就覺得 那從歌點醒你 我就告訴我自己 你的成功不是你自己 嗯 有那麼多人的幫忙 跟付出 嗯 我只是幸運的站在台前 接受所有的光芒 對我後面的support 不要懂得感恩 有沒有什麼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是新的一些歌手 你是一天你蠻喜歡的 呃我前陣子很注意的 像告我人 他們的 歌詞寫得很特別 他的 情感擺放 都很不錯 所以我覺得 就像我說 為什麼我常常會 跟年輕人樂團合作 我也想從他們身上 看到一些 新的音樂人 新的火花 新的撞擊 新的火花這樣 五十歲以後唱歌 跟二十歲的時候唱歌 有時候都不一樣 嗯 那個音樂有變比較窄一點嗎 有有比較 那 沒那麼強 你覺得情感有比較進去嗎 你可以比這樣說 二十歲的時候 嗯 二十幾到三十歲的時候唱歌 像啤酒 乾 像啤酒 嗯 嗯 再來 三十歲再來 像紅酒 像紅酒 打開來醒一醒 然後 嗯 慢慢的 三十歲紅酒 然後吃點 起司啊 吃點羊 嗯 再來現在 像高粱跟茅台 啊 是人說越來越 人生所有的 酸甜苦辣 一口悶 然後最後你會出現的 啊 所有的人生感嘆就在那裡 啊 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最近有發行專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路上 行專輯 大家要去聽 而且 其實播出的時候 是不是演唱會就過了 過了 過了嘛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有幾首歌我都聽過 對 可不可以小唱幾句 這時候啊 沒有在吉他啊 沒關係啦 小唱幾句 對 來啊來 朋友 乾杯 今早有 就今早睡 難得幾回 有人睡 乾杯 啊 我寫這個歌的時候就是在這個唱 我常常去野外啊 嗯 那種三五蠔油 對 那種燒烤啊什麼的 然後大家背盤拿著 吉他拿著 吉他跳 然後就 就這麼寫出來 有沒有哪一首歌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唱到你想吐的 對 覺得就是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但是我每次唱的時候 我都會想起 以前 一個老人家的話 對 誰要跟我說歌手死在台上是應該的 哦 老人家是什麼 聲歌 哈哈哈 OK 他說你應該 要有刺鳥的精神 荊棘刺穿你的身體 唱出最漂亮的歌聲 感覺飛蛾扑火奮不顧身 然後那種 嗯 有很多人 第一次 也可能是這輩子 唯一一次聽我唱現場 我如果敷衍了事的交差 我一樣可以唱得好 嗯 你沒有擺放誠懇的感情 這首歌 我只是在娛樂你 而不是感動你 對 這就是歌手 的差別 小齊哥你怎麼看待從 紅到相對比這麼紅 這個時候 沒有啊 他是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這個算是一個 我幫你問的 我沒有啊 他才沒有 你這個問題我不想回答 你這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以前聽瓜哥說過 瓜哥跟我講 人呢不紅蠻慘的 紅了 哎喲蠻慘的 因為可能會付出很多 但最慘的是 紅了之後不紅 嗯 那後來如果你再再紅 人家就說你是賢瑜 對 所以瓜哥就告訴我說 你永遠當自己從來沒紅過 你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當你上了這個巔峰之後 你就衡量自己現在的條件 能力 我要不要挑戰下一個巔峰路 或許有些時候 食不我語 或是說 你的資源 你的條件已經下降了 你要懂得優雅的下山 那如果一個還沒上山的人 已經快要下山了怎麼辦 我說我本身啊 走著走著你就習慣了嘛 你就不要往溝裡走 那就已經是持平了 啊持平也是一種進步 是啊 轉向也是一種進步 最重要是你再不停的往前走 而不要在原地踏步 或是退後去 那演戲會拔不出來嗎 就是演完之後 你會不會在那個角色裡面 沒有辦法抽身 這就是心理建設吧 因為其實也是韋翟哥跟我講 你要準備進入一個角色 但是你要有心理準備要脫離 對 離開之後就告訴我自己 現實是現實 在戲裡面我 我是另外一個人 在跟他相處 所以 心理建設要很健全 但是有些時候還是會 會有一段掙扎起 比如說我演那個 反正大家也沒看到的 跑馬 還沒拍完的那部戲 還沒拍完 對 因為那部戲暫停了嘛 對 我就經歷了很折磨的人生 因為我吃很胖 對 我吃到一百多公斤 花多久的時間啊 我三個月胖了二十六公斤 三個月胖了二十六 那營養師也很頭痛 因為他從美國學會 他回去 打電話回去問他的大學教授 在國外 說我的case 大學教授說 這個人要自殺嗎 他想死嗎 那真的是痛不欲生 然後 胃酸膩流每天晚上因為吃太撐了 然後 然後 我的喉嚨都是啞的 大家看到狗仔拍的 我那個肥胖的樣子 大家都嗚嗚 所以我是一個憂膩的大叔啊 墮落 然後跟那個放縱人生 然後後來之後 我的拍戲 他才發現 你真的是有 有gots 真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今天跟那個小琦哥聊天 我是真的 話比較少 原因是什麼 我話太多了 啊不是 原因主要是 今天聽你講我 其實真的是一直在想 故事太多了 是因為年紀長 因為你知道嗎 有一些就是很無聊的 我就會比較多 誰 誰 不好不好 前面那幾集 你們自己去幹 前面那幾集 你們自己去幹 安靜 比較含蓄 幹什麼東西 亂七八糟 今天真的是感謝小琦哥請我吃飯 這家餐廳大家可以來 是一個小店 但是卻相當的溫暖 口味也非常非常的特別別緻 我是琦琦 訂閱分享留言 我們下次見 請按讚還有訂閱分享留言 對我們下次見 老大愛你喔 也要支持這個 琦哥的在路上 謝謝